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横下分国结构 那么就才当中讲到横下分国组的结构 基本类型的讲了八种 第一种就创业型组的结构 第二种就职能制组的结构 第三种就事业不知组的结构 第四种就M型企业组的结构 第五种就战略业务单元组织结构 第六种就聚政治组的结构 第七种就H型结构 也就是控股企业或者控股集团组的结构 第八种是国际化建议企业组的结构 那么我们现在在八种横下分国组的结构当中 其中重点要求大家关注的是第二种 职能制组的结构 还有第三种事业不知组的结构 还有呢 第六种聚政治组的结构 请同学们把这三种组的结构的 含义和特点要做一个重点 特别是关于他们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 我们说不能够排除设计到主关题结合案例来考 所以在历年考试当中这个问题呢 仅仅我们说在2009年第一次提出这门课程以后 我们的成绩呢 有一年我印象当中涉及到的职能制组的结构 以后各个年度呢都没有设置到这个问题 所以过去口主关题呢 频率非常非常低 但是我们说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建议大家 这三种组的结构 特地还是有掌握 有关注主关题解答题的 那么下边我们看第一种 创业型组的结构 我们说创业型组的结构 也称之叫直线制组织结构 我们说这种组组的结构 是一种最早的最简单的组织结构 那么也就说这种组织结构 其实有没有职能机构 也就有没有职能部门呢 我们说不设置横下的职能部门 没有什么人力资源啦 研究与开发啦 什么采购啦 生产用源啦 没有这些职能部门 从最高层到最低层 实现什么 实现是直线垂直领导 说得通俗一些 就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由最高层说了算 没有下面的幕僚机构 参谋机构 那么这座结构优点嘛 那当然就结构比较简单 命令统一啊 那么缺跌是什么 我们说这座结构的缺跌 是要求企业的最高管理层 必须要通晓 各种知识技能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是个多面首 是个符合线人才 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 而且呢通常 情况下都轻力轻微的去处理各种事情 所以我们说 当这个企业的业务 如果比较复杂 企业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 你把所有的这些管理职能 都集桌到最高管理层 一个人身上 我想它是难以胜任 因此这种组织结构呢 通常是由于什么 规模比较小 技术比较简单的 传统型的一些创业性企业 就传统的创业性企业 比较适合用这种结构 你比如说一个老板 投资三五十万 成立一个公司 或者成立个人企业 然后呢 招聘三五十万工人 建签产品的一个组装 那么我们说 这个工作比较简单 而且受聘的员工呢 我们说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 如果没有最高管理层 向他发号施令的话 他在工作过程当中就无所适从 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就说传统的 特别是我们所讲 像手工做法一样的小企业 这些初创性的创业性的企业 就比较适合采取这种组织结构 那么第二种组织结构 叫职能自主的结构 我们说职能自主的结构 就是刚才的直线自主的结构 基础上也变过来的 所以他也操作叫职线 职能自主的结构 职线 职能自 就在刚才所讲的 想叫职线 垂直管理基础上 我们说又设置了一些什么 设置了一些职能部门 像我们所讲的 生产了 资产营销了 研发了 采购了 财务了等等 我们说划复了一些职能部门 那么这些职能部门呢 都是由企业的 最高管理层 进行管理 怎么管理呢 我们说实行集中控制 统一指挥 集中控制统一指挥 所以这个职能自主的结构呢 就是为了弥补刚才所讲的 直线自主的结构当中呢 这个最高管理层 限于自身专业和技能的不足 而把一部分指挥权 赋予了什么 赋予了这些职能部门 受益这些职能部门 在各自职能范围内 去行使指挥权 所以这些职能部门 导致是最高管理者的一个什么 一个参谋机构 或者叫幕僚机构 因此我们说 刚才所讲的创业型组的结构也罢 因为创业型组的结构 我跟大家讲 就是个直线自主的结构 还有我们所讲 直线自主的结构 其实也唱到叫 直线直线自主的结构 这两种主的结构都强调什么 都强调集权 集权 那么我们说 直线自主的结构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首先我们看它的优点 优点一 优点一 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我们说 为什么这个直线自主的结构 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呢 因为我们说 在直线自主的结构之下呢 把从事某一下 职能工作的人员 集中到某一个部门 负责从事其余 所有这个类型的一些活动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就有助于实现什么 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你比如说这个市场营销部门 市场营销部门就负责 整个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 财务部门就负责 整个企业的财务工作 所以我们说 你部门化以后 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第二 由于 由于在直线自主的结构之下 每一位员工呢 我们说都分配了 特定的重复性的工作 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是有助于培养职能方面的专家 有助于培养职能专家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 工作的效率 就是我们所讲的学习效应 或者是经业取决效应 第三 各个智能部门 我们说都赋予了一定的责任权利 责任权利和利益 也就是我们所讲 每个智能部门呢 可以把你界定为是一个责任中心 那么界定为一个责任中心以后 每个责任中心都有相对独立的责任权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便于企业董事会呢 对你各个责任中心的绩效呢 进行评价 这是台湾它的优点 优点 这里我们概括的讲 有几个方面有点 左甲三点 第一点是什么 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第二 是有助于培养 某个例子的职能专家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个 我们说每个智能部门 赋予了一定的责任权利益 所以责任中心 也必于董事会 对这个责任中心的业绩的进行评价和监控 当然了 我们说职能自主的结构呢 也有一些缺点 缺点 我们罗列了几个缺点 四个 第一个缺点 我们说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 这种横下的协作 协调配合性可能比较差 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呢 我们说横下这种协作和配合起来可能比较差 因为我们说不同的部门都有不同的责任权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在工作过程当中都是基于自身职能部门利益来决策的 可能对相关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考虑的不足不到 第二 难以确定各家产品产生的盈亏 我们说为什么在职能制度的结构之下难以确定各个产品的盈亏呢 盈利哪个亏损呢 因为我们这里所讲的产品盈亏 其实是我们是基于完全城堡法 也就是全部城堡法 那么当然这里的全部城堡 从会计上所讲的城堡概念还不完全一样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全部城堡法 就说应该有这个产品负担了城堡也好 费用也好 应该在各个产品之间进行分摊 那么其实我们说 企业的这些职能部门都是服务于什么 服务于企业正常用盈 那么这些职能部门所发生的费用 你所应当的也要分摊到各个产品的城堡费用大众去 你比如说有研究开发了 人力资源了 财务了等等 他们这些职能部门所发生的费用 管理费用也要分摊到各个产品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计算各个产品的盈亏 这种这个产品要利了亏损 可是我们说这些职能部门所发生的费用 你做什么样的发生 这些各个产品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或者分摊呢 这个在实际工作当中 往往是比较困难 你每个产品应该负担了各项管理费用多少 怎么来分摊 既然我们说你不管一什么样的发发去分摊的话 总是有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从而来导致实际工作当中 就无法走确的去界定 哪个产品是盈利的 哪个产品亏损 哪个产品盈利多少 亏损多少 很无法总结计算 第三 容易导致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各自为证 各自为证 那么为了追求其部门的自尚利益 有可能和索费企业的什么整体利益 第四 管理层次 强调什么 等级层次 以及集权化的决策机制 缺乏对市场的应变力和联合性 因为我们给大家讲了 职能自主的结构 依然实现什么高度集权的这种管理决策机制 前面讲到集权决策怎么样 我们说决策时间长 速度慢 不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及时进行决策来 所以呢 对外部环境变化之中 审要能力反应能力就比较差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职能自主结构的缺点 讲了四点 这四点呢 要注意关键词 第一个是强调 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 协作和配合性 比较差 就算在工作过程当中呢 可能涉及到相互推卫 相互扯提 这个协作协调起来比较差 第二点 难以准确地计算产品的盈亏 第三个呢 是各自为政 容易导致部门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 有可能为了自射利益 自射了部门利益 而所谓企业的整体利益 第四个呢 由于它实现的是 高度集权的这种决策机制 所以呢 我们说对外部环境变化 事业能力和反应能力就降低了 那么这个职能自主的结构 主要是由于什么样的情形呢 主要是受于桌小型的 企业规模是属于桌小型企业 产品的品种呢 相对来讲比较单一 比较单一 一般来讲主要是从事单一产品 或者以单一产品为主 而且呢我们说生产技术相对来讲发展比较缓慢 特别是我们所讲的企业所说外部环境 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企业 因为我们说如果外部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的话 那么企业工作的侧重点就围绕企业内部 如何去提高效率 去加低产板 去提高你产品的质量 提升你的见证力 所以在外部环境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通常会选择知能制度的结构 因为这种组织的结构呢 我们是有助于刚才说讲的 有助于怎么样 从企业内部来讲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效率 加低产板提高质量 而且企业内部往往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你修理提高成本的价格 那么在相关劣迹当中呢 就是关于在职能制度的结构当中 谈到它确定的时候 说难以确定各项产品产生的盈亏 怎么去理解 我再来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刚才其实一说到的问题 明白就OK了 下必我们请大家看 第三种组织的结构 叫事业不自主的结构 我们说事业不自主的结构 这种结构实现什么 实现集中决策 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这个事业不自主的结构呢 它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呢 它实现是高度集权下的分权管理 也就是强调集权和分权 相结合的这种管理体制 那么在这个组织结构之下 我们说这个公司的战略的决策权 和日常的经营决策权是相分离的 这个战略的决策权呢 由公司的最高层来把控 而把日常的一些经营管理权 经营决策权下放到事业部了 因此呢 我们说便于公司最高的决策场 从繁重的日常的经营业务当中 解脱出来 集中经历 致力于公司的战略决策 那么这个事业部呢 说特殊一些事业部 就倒投于我们所讲的分工事一样 所以事业部呢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但是我们说它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 一般来讲 我们的事业部拥有什么权利 拥有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我们所讲的 供产销售活动的权利 供应生产销售的权利 而且是些独立核刷 自负盈亏 它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利路中心 就是说 这个事业部呢 由于日常经营管理大多 这些经营决策则权 所以国产销活动当中 我们说你应该对什么 对长榜费用的高低负责 同时呢 你有对位的销售权利 当然你对收入高低负责 收入结局长榜费用以后 就是利落 你要对利落的高低负责 所以大家看一下 前面两座组织结构 强调是高度集权的 而从事业部组织结构 开始强调什么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 那么下一边我们先大家看 我们说这个事业部 制组的结构 做一个重点来讲 大家要注意一下 事业部的类型 事业部的典型类型 第一座叫什么 叫区域事业部 区域事业部 所谓的区域事业部 就是说 我们在划分和设立事业部的时候 是以这个事业部所在地理区域来 划分的 以地理区域来划分的 比如说某某公司 我们说设立了中东事业部 北美事业部 东南亚事业部 这就是要从地理区域来划分 那么这座区域事业部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请大家看优点 优点 优点一 能够实现更亏更好的地区决策 这个是很自然了 因为我们说 每个区域事业部 就负责你所在这个区域的 日常建议活动大多的一些决策 所以到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比如说客户有什么诉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区域事业部 能够针对所在区域的 这个视察客户需求 快速的做出反应来 第二 总部放手让区域事业部 去处理这个区域下关事务 可以呢 削解长保费用 比如说车旅费交通费 那原来我们说 如果不是一些区域事业部的话 那么可能客户有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怎么样 总部的配人去解决 你比如总部在北京呢 广多的一位客人 一位用户 我们说有技术方面的 或者产品资料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需要北京总部配人过去 解决客户的控货 这样的话 我们说这个北京总部配人过去以后 有什么车旅费交通费 而现在我们说如果 如果我在全国呢 设立了一些事业部 什么华南事业部 华中事业部 华北事业部等等 那么 这个广东客户的需求 就由他说 在区域的事业部配人去解决交开了 就不需要总部去配人解决 当然我们说就削解了长保费用 这个长保费用 就是策略费和交通费 第三 能够对该区域的 外部环境的变化呢 序述的做出反应来 这个很自然了 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区域事业部 就负责这个区域的 这个地区的 所以当我所处的区域的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 能够及时的做出决策来 增强对外部环境的 适用能力和反应能力 这是区域事业部的三个优点 不要背他 能够理解交开了 那么抬头缺点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抬头缺点 我们说抬头缺点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们将来讲到 其他类型事业部的时候 往往我们说就有一些 贡献的缺点 这个缺点往往都贡献 比如说管理厂保的重复 我们说管理厂保的重复 不单单是区域事业部有的问题 将来我们讲到产品事业部 有没有这个问题 也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说在事业部 这个组织结构之下 每个事业部下边 通常又会设立一些职能部 每个事业部可能有 让你资源部 有财务部 可能有采购部等等 所以每个区域事业部 下边就设立一些职能部门 这样从公司整体角度来讲 这不就倒成了职能部门的重叠吗 是吧 职能部门重叠以后 便会增加这些职能部门 管理厂保的重复 第二 某个区域的管理人员 是能满足本区业务的需要 可能支撑不了 其他区域的事务 所以呢我们说难以处理 跨区域的大客户的业务 难以处理跨区域的大客户的业务 因为我们说每个区域事业部 就是负责本区域的客户的需求 那当遇到一个跨区域大客户业务 要满足大客户跨区域业务的需要的话 那么这就涉及到不同区域事业部之间的协调 而实际工作当中 这个协调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说各个事业部都是什么 都是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 各自有各自利益 所以我们说难以处理这种 跨区域的大客户的 这个事务 或者业务需要 那么它的适用范围 是适用于具有若干 具有若干生产线的企业 若干生产线 或者就具有若干产品线的企业 当然我们说也适用于 所处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 或者是地理位置相对风扇的企业 这个其实概括来讲 对于区域事业部自主力建构 一般是由于什么情况 是由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动态多变 特别是企业 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 是比较风扇的 也就企业的目标市场 这个位置相对比较风扇 比较适合采取区域事业部 如果是企业有若干 产品大来或者产品线 产品大来或者产品线 而且市场多变的话 那比较适合下一种事业部 就是我们所讲的产品事业部 这儿呢给同学们 画了一个区域事业部组的结构图 区域事业部组的结构图 解答看一下 总经理下边的设置什么 设置了区域建立 A区域建立 B区域建立 C区域建立 就等同于设置了 A区域事业部 B区域事业部和C区域事业部 那么在B区域事业部下边 有设立一些职能部吗 比如说人力 人力资业部 就人事部 财务部 营销部 那么A区域事业部下边 也有设立这些职能部吗 设置于事业部之下 也有设置这些职能部吗 所以 如果我们说实现事业部 制组结构的话 造成什么 职能部门的重点 管理藏宝的重复 下边我们看 产品品配事业部 就是说以产品为基础 来化碰事业部 那么这座事业部 就叫产品和品配事业部 那么这座事业部 有什么优点呢 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说 这个产品事业部呢 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个 容易协调事业部内部的 什么 共产销活动 共产销活动 为什么说容易协调 事业部内部的共产销活动呢 因为我们说 这个产品事业部呢 拖插情况下 每一个产品事业部下边 就负责 负责一个产品类 或者叫一个产品线的 采购生产销售活动 就事业部是围绕 一个产品大类和产品线 它的采购生产销售活动 既然我们说围绕 某一产品大类 它的共产销活动 都是在同一个事业部进行的 这样的话 从事业部的角度来讲 不就有助于 从事业部内部的协调 围绕这个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的共产销活动吗 是不是 第二 有利于实现企业实施什么 差异化战略 因为我们说 不同的事业部 负责不同的产品大类和产品线 那么每个产品大类 每个产品线 我们说各罗议实现什么 差异化 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各的独特性 第三 易于出售或者关闭经营管理不散的事业部 实际上你想一想 我们说易于出售或者关闭经营管理不散的事业部 为什么 换句话说产品事业部 因为围绕某一个产品 某一个产品大类 那么他的过夜生产修售等等这些活动 都是在一个事业部内部进行的 那么我们说到底你的事业部 你从事的这个产品大类产品线 盈利多少 亏损多少 我们是可以总去计算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事业部经营管理不散 首先亏损的话 那我们很容易就做出决策来 比如说关闭掉 或者卖掉 这是关于他的三个优点 缺点 大家看一下 一 各个事业部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发生摩擦 各个事业部为了争夺企业有限的资源发生摩擦 这个其实大家看一下 你对于区域事业部来讲 从这不从这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从这 因为不同的产品事业部也好 不同的区域事业部也好 都有各自利益 所以我们都希望从总部能够征得更多的资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各个事业部直接肯定会产生一些摩擦 第二 各个事业部直接会从这管理成本的重点和浪费 这个其实也跟大家讲了 去事业部大多就从这里缺点 那产品事业部也是压的 因为我们说这每个产品事业部下边 也有甚至一些资料部门 所以呢我们说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资料部门的重叠 华丽长榜的重复 第三 如果产品事业部数量较多的话 难以协调 产品事业部数量比较多 难以协调 其实我们说这个缺点也不单单是产品事业部有这样的缺点 大家想一想 区域事业部从这不从这的问题 也从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总部下边呢 你设置了八十个事业部 你这个事业部不管是产品事业部也好 不管你是区域事业部也好 我们说总部的信息过渡的情况呢 就比较严重 也就总部的哥们没有精力呢 从事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来战略规划 就限于日查经营过程当中 协调这些事业部直接的业务 所以我们说不管你产品事业部也好 区域事业部也好 如果数量较多的话 那么会增加这种协调的难度 第四 如果产品事业部数量较多 事业部的高级管理层会缺乏一种整体关联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和前面的区域事业部 这个确定实际上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 也就是同样的问题 因为你既然强调呢 每个事业部呢 都拥有一点的经营自主权 都追求至少相对独立的利益 你要考核我的利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产品事业部也好 区域事业部也好 如果数量多的话 那么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射相对独立的利益 都在追求自射利益过程当中 有可能怎么样 我们是有可能会锁黑企业的整体利益 这不单单是产品事业部从这里确定 区域事业部实际上也有这个问题 它是有范围是有什么 是具有若干生产线的企业 若干生产线也就是我们说讲的 就若干个产品大类或者产品线的企业 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怎么样 复杂多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成用产品事业部 那么下边呢也给大家画了产品事业部的组织结构图 总经理就代表总部 总部下边呢设立了A产品事业部 B产品事业部 C产品事业部 那么其中我们讲了 B这个产品事业部下边呢 我们说有设立一些智能部 智能部 A C 下边也有一些智能部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不管产品事业部还区域事业部 都会造成什么智能部门的重点 增加你的管理成本 那么相关劣结当中呢 对于事业部啊 我们给大家有解药的一个概括 所以在实际工作当中的事业部呢 其实主要有三种画法式 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区域事业部 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产品 或者叫品牌事业部 其实在实际工作当中 还有种画法式 按照客户来画法式 按照客户规模来划分 像产品事业部就不多讲 产品事业部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拿了家电企业来讲 家电企业划分 事业部的时候 拖插情况下 我们说比较多界的 其实根据什么来划分呢 根据产品或者品牌来划分 比如空调事业部 冰箱事业部 洗衣机事业部 电视机事业部等等 还有一个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 什么华南事业部 华中事业部 华北事业部等等 第三是按照客户来划分 比如访问渠道事业部 还有呢零售事业部 或者大客户事业部 还有呢小客户 或者个人用户事业部 渠道事业部呢 我们的主要针对什么 主要针对代理刹 经销刹 零售事业部 主要是针对个人用户 这是实际过程大多的事业部呢 可以是按照区域 按照产品 按照客户来划分 比如点线的划分 有三种方式 这是我们讲到的 事业部制组织建构 下边呢 我们先来看看 第四种组织的结构 叫M型组的结构 这个M型组的结构 这个M指什么 英文单词里边呢 是个M 指多 英文单词里边 就是以M打头的 所以这个M型组的结构 也差不多叫多部门结构 那么这种组的结构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种 独立的一种组织的结构 像我们通常所价的 多部门结构当中 像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以及后面第五种 在那英文单元组的结构 都是属于点线的 多部门结构 只是我们教材呢 做了过度的细分了 就是把这个M型组的结构 给独立出来 成为多部门结构 这个其实我们说 就是过度细分了 这个严格来讲 M型组的结构 不是一种独立的结构 是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在那一五单元组的结构 一种统称 他们都是多部门结构 但是我们说 从考试的教材来讲 我们还必须要从教材去理解 因为在过去考试当中 曾经就考选择题 就考的是M型 企业组的结构 那么我们说 这个M型组的结构 和前面所讲的 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怎么去区分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区分 我们说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比如说 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托插情况之下 我们每一个事业部呢 只负责 只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是一个产品线 而M型组的结构呢 就是在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基础上也别过来 你比如说 一个企业呢 随着这个产品大类 产品线的增加 总部下边呢 管理了100个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呢 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 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作为总部来讲 你负责管理100个事业部 造成日潮管理工程当中呢 负担过重 这样呢 使得总部呢 无法集中精力呢 进行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 所以为了解决 这个总部负担过重 信息过剩的情况 就考虑对事业部进行整合 比如说经过整合以后 整合为30个事业部 有原来100个 整合成30个事业部 那么这30个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下边呢 管理的就不是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一个产品线了 而是每一个事业部下边呢 管理的三 就是两到三 或者两到五个 产品大类的产品线 也就一个事业部呢 管理的产品大的产品线 不是一个了 而是多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啊 这个组的结构就也变成 我们教材当中 所讲的M型组的结构 所以我们说M型组的结构之下呢 一个事业部 负责什么 往往是负责多个产品大类和产品线 所以我们说 从本次上来讲 这个M型组的结构 倒头于 也是属于做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只不过是把下关业务 这些整合以后 把事业部的数量给压缩了 这压缩的基础上 一个事业部负责多个产品大类和产品线 那么它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优点 说各个事业部之间有比较有见证 由此可以增加企业的火力 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成长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原来的事业部制 而事业部制组的结构的话 这个优点应该说也有 你不管是产品事业部 还区域事业部 那么每个事业部呢 都有各自独立的业务 那么事业部和事业部之间 有没有竞争 当然有竞争了 同样我们是可以增加企业活力 有助于企业持续成长 第二 总部高层的可以北脱日常事务的烦恼 集中精力去考虑一下重大的战略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总部员工的这个工作量呢 会有所减轻 第三 职权呢被分配到下边的每个事业部了 并且在每个事业部内部呢 进行了这次分配 首先我们说职权 因为这个还是属于事业部范畴的 是实现分权 集权分权管理的 日常经验决策 这些下刀下划到每个事业部 而每个事业部呢 我们是又设置到多个产品大量产品线 所有的职权 建议部在每个事业部内部 不同的产品大量产品线之间 有这些这次分配 第四 事业部呢作为一个利用中心 便于这些技巧考核 这个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事业部制度的结构当中 我们讲到哪个事业部 我们讲到的 产品或者区域事业部 就讲到有这样一个优点 缺点 以所谓事业部 事业部分配期的管理常保 比较困难 并且略得有主观性 其实大家看一下 你想一想 这个缺点 我们说这事业部制度的结构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缺点 我们说当然是有的 你总部的管理费用 我们说必然是有这各个事业部 之间分配 你按照什么标准去分配 你按照各个事业部 拥有的资产额 还是按照他的营业收入 还是按照他的员工人数 你不管是按照哪个标准去划 都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也就算有他合理的一方面 也有他不合理的一方面 第二 监察在事业部直接 支撑功能十条线的 见证和摩擦 这个也很自然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 事业部制度的结构当中 也从这个问题 我们说每个事业部 对于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都希望能够得到 总部更多的资源支持 所以相互之间会发生一些 争夺资源的一些摩擦和冲突 第三 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可能会发生冲突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这同一个事业部内部呢 可能涉及到多个产品 带来或者产品线 那么这些产品和产品之间 可能涉及到一些相互的交易 比如说某个产品 可能呢 为另外一个产品是提过什么 提过原车料头 或者提过半产品 是不是 那么不同的产品带来产品线之间 我们说也应该自定内部的结算价格 或者转移价格 那么那个结算价格 或者转移价格怎么定 往往我们说在内部 在事业部内部 不同的产品带来之间 确定的结算价格 或者转移价格 往往比较困难 也往往会发生冲突 你价格第二个高了 那对于销售这一方 就提过原车料 或者半产品这一方 是有利的 但是对购买化来讲 试图增加它的产板 所以呢 在事业部内部呢 不同的产品相互直接 这种销售提供 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比较困难 而且也容易发生冲突 理解就OK了 那么我们说 关于它的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主要是适用于产品 多样化 或者是同时 多样化建议的企业 而且我们说 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 是复杂多变的 或者是地理位置 比较风散的企业 也就是说 从本质上来讲 这个M型组的结构呢 和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适用范围其实差不多 因为本质上 我跟大家讲了 它就是个事业部 制组的结构 只不过一个事业部 是负责一个 或者多个产品线 而在传统的事业部 制组的结构之下 一个事业部 仅负责一个产品 大来或是产品线 它呢有可能负责 多个产品大来 产品线 那么下边呢 我们就请大家看一下 M型组的结构的架构图 组部下边呢 我们就设立了 甲乙饼三个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下边呢 都负责什么 三个产品大类 或者三个产品线 你比如说像甲事业部 有电视机生产线 洗衣机生产线 空调生产线 这不就意味着 有三个产品大类 或者三个产品线吗 以事业部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事业部也是一样 这就是M型企业组的结构 下边我们再看第五个 战略业务单约组的结构 战略业务单约组的结构 也差不多就战略业务单位组的结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SBU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战略业务单约组的结构呢 从本质上来讲 也是属于事业部范畴 所以我们习惯上 也把它称之叫 超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那么这种组的结构呢 就是在我们 事业部制组的结构基础下 也生出来的 就是在我们前面所讲的 事业部组的结构基础上呢 就是在公司的总部 和各个事业部之间呢 中间又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 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 就是什么 就战略业务单位 或者就战略业务单元 总部和事业部之间 增加了个管理层次 就叫战略业务单元 那么总部是负责直接管控 战略业务单元 而战略业务单元下边呢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 有管理的若干个事业部 所以战略业务单元 就是负责管辖协调 他所属的各个事业部 之间的活动 也就到头从管理方式上来讲 在分权的基础上 由于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 战略业务单元 所以我们说在分权的基础上 有四大的什么集权了 分权基础上有四大的集权 那么道理和刚才所讲的 M型组织结构的道理差不多 怎么去解决总部的信息 过载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呢 一个人刚才讲了 你可以把现有的100个事业部 这些整合 相当于是合并同类下一样 把事业部数量压缩到30点 是吧 每个事业部内部的管理 多个产品大类 这是一种解决办法 不增加管理层次 而这里的战略业务单元呢 就是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 你比如说 我在左部下边呢 我设立了20个战略业务单元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呢 我们的管理 平均下来管理五个事业部 这样的话 管理层次增加了 但是我们说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 以及总部的控制跨度呢 就变载了 现在总部只负责管理 20个战略业务单元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 管理了五个事业部 所以我们说 增加了管理层次 减少了控制跨度 控制跨度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一 价低了总部的控制跨度 减少了总部的工作复合 下一个的我们说 也减少了总部的 信息过度的情况 第三 使得具有类似 市面的产品也好 区域也好 还使客户事业部之间 能够更好的协调 这个我们说是很自然的 所以具有类似 使命的这些事业部呢 我们说都是在同一个 战略业务单元领导下 开展工作的 所以我们说 既然你隶属于 同一个战略业务单元 那么在这个战略业务单元 那一部呢 比如说这五个事业部 我们说这个工作 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协调 当然能够更好的协调 第四 战略业务单元呢 可以做一个利路中心 或者是做一个投资中心的 见邪绩绩效考评 也就是如果这个战略业务单元 业务单元没有战略决策权 但是呢 我们说有经营决策权 所以他要对 长包费用高低负责 对收入负责 收入阶级长包费用 也就是他对利路负责 如果这个战略业务单元 拥有了一定要的 投资决策权了 当然我们说 他还有对投资效果负责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它 做一个投资中心来 解决绩效考评 确定是什么 确定一 就是由于总部与事业部之间 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 战略业务单元 所以是总部和事业部的关系 变得更清静了 可能更疏远了 当然变得更疏远了 同样 我们说这个战略业务单元 管理层 为了取得更多的 这个总部的职业支持 我们说同样呢 相互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 摩擦和竞争 这和传统事业部 我们说它的确定是一样的 确定是一样的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 都有自身利益 所以都希望能够得到 总部更多的资源支持 所以相互增大资源 相互摩擦 这种情况比较多 可能为了实现 本单位的自身利益 有可能会损害 整个企业的身体利益 那么这种组织结构 一般是受益于多元化经营的 大型企业和一些巨型企业 多元化 大型企业和巨型企业 你比如说像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 就是我们所讲的机翼公司 机翼公司在历史上呢 就常见实行过这种 战略业务单元组的建筑 在左部下边呢 设立了69个战略业务单元 而在每个战略业务单元之下呢 管控了弱干个事业部 而机翼公司大家知道 是一个多元化的 一个跨国的 一个巨型企业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战略业务单元组织结构图 在董事会的下边呢 设立了ABC 三个战略业务单元 比如说 在这个B战略业务单元下边呢 又设立了甲乙丙 三个事业部 就是说B这个战略业务单元呢 管阔了A 甲乙业三个事业部 而其中 其中每个事业部下边呢 又管理了弱干个产品的大量 或者产品性 这就是战略业务单元组织结构 那么我们在相关列结当中呢 给大家简单的 这一次的说一下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M型组织结构 和战略业务单元组织结构 其实我刚才呢 已经讲到了 说教材呢 对这个M型组织结构 做了过度的细分 这一般的教材当中 我们讲到组织结构的时候 有没有M型组织结构 没有的 没有的 一般呢 只讲了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和战略业务单元组织结构 而这两种组织结构 统称叫什么 多部门结构 就是M型组织结构 但是我们说 从考试角度来讲的话 考试要考那怎么办 你说考试角度来讲 怎么去理解它 我建议大家这样去理解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呢 其实是属于多部门结构的 一个什么 基本的形态 基本形态 一般的我们说 一个事业部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 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还有产品大类产品线的增加 那么总部管理事业部数量越来越多 总部的负担越来越重 信息过程的情况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说在 事业部组织结构基础上 就衍生出了什么 衍生出了我们就材当中 所谓的M型组织结构 就刚才说讲的 一个事业部呢 可能管理的不是一个 可是多个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了 也就倒头于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的控制幅度 或者控制跨度 实际上变化了 然后我们说 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的扩大 业务更加的多元化 那么就是在M型组织的结构基础上 又衍生出什么 衍生出我们所讲的 战略业务单元组的结构 也就是在总部和事业部之间 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 管理层级 就是战略业务单元 所以倒头于是在方权的基础上 有四大的集权 但是从基本 从组织形态上来讲 我们说这个事业部制度的结构 M型组织的结构 战略业务单元组织的结构 从大的方面来讲 都是属于多部门结构范畴 怎么区分 就按照我刚才给大家所介绍的 你按照这个思路去区分开就OK了